冬五节前后是粽子需求量最大的时节 为了应景大家不免会吃上几颗 但易事也提醒民众 在品尝上也得有所节制 因为粽子的热量可是很精神 咸粽的话它的热量 就是除了通常快要到一个便当的热量之外 那再来的话甜粽 因为里面的精致糖类的摄取 那会比一般的糕点的就是热量来的高 因为我们都会另外再加一些砂糖啊 果糖蜂蜜那些让我们就是甜甜的 所以在吃的部分的话就是一定要小心注意 不论甜咸一颗粽子的热量 起码都有一碗饭以上 而另外多数的粽子也都是以糙米制成 肠外功能不好的人很容易会出现胀气 加上粽子的膳食纤维不足 当做正餐享用也会造成便秘问题 易事建议最好搭配蔬菜水果 我们吃完之后就可以建议说 有一些酵素比较多的可以促进排便水果 比如说凤梨啊 比如说木瓜 奇异果 香蕉等等的 你在饭后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搭配个水果 来促进我们的排便 比较不会便利 所以建议就是一天里面就选择一餐 然后来吃一颗 那顺便再搭配我们的蔬菜 不管是烫青菜也好 或者是现在是笋子的季节 你想要搭配笋汤来喝这样子更好 按照往例端午节后 像是糖尿病 顺脏病 痛风 这类慢性病患的回省率高 医事也提醒尽量少用酱料 因为盐分 甜分过高 都容易会造成血压血糖上升问题 硬颈过节 也得要守住房间 别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让健康挂病号 记住你叫话 台中此风道 健康